大家好今天我们来 来介绍一款新款型哦 最新款型的 Interregion Waking Bound 什么是Interregion Waking Bound呢 啊他是设计于美内 系统哦美内的系统来让他旋转 用美内的系统来旋转呢 他就速度 非常快哦 他旋转的速度非常快 那么他的真空度也非常的低咯 啊可以抽到很干净啦 那个老款式的呢 跟这个有什么分别呢 老款式的真空棒是叫Carbon System 就是碳缩的结构了哦 碳缩就好像我们的电钻 钻墙的那种电钻知道了哦 钻墙的时候 你看他后面是不是会出火花 那个叫Carbon System就是碳缩 当你那个轴层在旋转的时候呢 他就要造成有碳缩的话 就会造成摩擦 摩擦来说会产生什么火花 就会产生火花 啊我们这个Intellusion 最强项就是 针对给那些会燃烧的GAS使用啊 燃烧的系统使用 所以我们说的 在给鱼燃烧的系统使用呢 啊我们就要 特别的交代一下 然后要很注意维修工啊 要跟他们说清楚 啊我们下来的GAS呢 大部分都会 有燃烧的成分哦 有燃烧的成分 那么Carbon的System呢 能使用在 会燃烧的GAS的系统呢 哎当然可以 我们要在通风啊 空气流通啊 的地方使用是没有问题 但我们卖的人跟用的人 啊不知道他们用的人 会在什么的环境使用 比如说在工厂啊 Chemical厂啊 好什么厂啊 比较封 封闭式的 封闭式的环境室内啊 啊会比较危险哦 会比较危险哦 所以这些都要特别交代一下哦 那个维修工啊 跟我们现在的GAS 跟以前的GAS也不同 所以我们这工具啊 器材必须要 啊研发出更好的针对性了哦 所以这一款我们针对性是给 那些会燃烧的GAS使用 燃烧的系统使用了哦 那么来介绍一下 我们Interreason呢有两款啊 这一款呢是mechanical的 真空表 mechanical就是机械表哦 机械表就很简单的啊 我们真空能很明确的 有真空表就很明确的能够知道 我们系统到底真空是好了没有 啊完了没有啊 这个就完全准确 啊也不需要等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 5个小时2天3天不需要了哦 只要抽到我们达到的目标的真空度 啊那么就可以 完成他的真空的工作了啊 那么另外一款是数码 看到吗 这一款是数码表 数码表有什么好处呢 那就是我们开动一下 有灯有LED灯看吗 啊有LED灯呢就是在 啊 灯光不是很亮的那个时候啊 非常明显啊 非常的明显 也容易看 也容易看 所以数码的呢 他还可以选择格式啊 他很多格式 比如说啊 每一个国家使用的格式不同 那么马来西亚是使用 啊 micron 啊这种是叫micron 啊 我们马来西亚是用micron 好吗 操作非常简单 好 我们就开这个是选择unit 就是选择格式咯 下来就是start和stop在这个 button 好 我们可以启动看看 哈 这个inturition呢 他的重量非常轻啊 跟以前老款的那一种呢 相相对来说是个 这个设计非常的轻啊 就不用比较容易携带了啊 那么你看我们非常快的升空 啊 他就可以马上下到 啊 很快了哈 速度非常快 然后速度非常快 那么这一款呢 他的发热就没有这么像老款的 那个carbon system啊 来的 很烫手了很烫手 然后这一款是不是只是温温 然后比较温 好吗 所以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 inturition working pump 然后非常的轻便 非常的轻便 升空度也非常的低 非常的低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新款型的 inturition working pump inturition working pump 谢谢